旧红站哪里 标股旧站哪里 锁定每一天趋势最前线的节目 开启订阅跟小铃铛 掌握第一手赚钱的资讯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趋势最前线的节目 在开场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 我们经常性的尤其是最近 再一次的恭喜老爷跟夫人 为什么 如果你是我这这一七八八的成员 也是我的会员 甚至是所谓电视观众前面 长期收看我的一个观众朋友投资人 大家一定知道 我们的威刚是不是 我们在我们在群组当中 从四月底五月初 率先分享产业 联名个股领先市场 那股价就这样一路的 从七字头到今天 是不是再创 再创钱高过钱高 6月16日高点94.5 还原全值来到了94.7 让这样一波上来 如果您是我的会员 基本上 获利这一波上来 已经超过35%了 哪怕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是JJ1788的成员 我请问大家 我的贴文 我的贴文 那相关的看法产业跟个股 两个月前 是不是就已经躺在里面了 你参加了吗 如果有的话 这一波上来 不要说你是我的会员 有我的买卖点 但是至少两成以上的获利 有没有 有没有 再者 6月15号 我说犯官 大家一直在讲AIAI 我说都绕了一圈了 涨了一圈上去了 第一个 股价涨多 第二个 我一直在强调的 做股票成本考量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加上 我从6月份 中旬一直一直跟大家讲 当下的一个大盘指数来到了 我们规划了17200 我就说 6月份这个时序 大家如果够敏感的 是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 我从6月中一直讲 我说尾声尾声 到今天 对不对 今天收盘 明天lasto 第二季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凸显什么 我说不要再去追 所谓的AI大涨的 当你一直还在 Forgos 所谓的一个伪创广达 甚至技嘉的同时 我说你要考量成本 人家拉上去 已经翻倍 甚至是1.5倍了 那这个题材 AI 伺服器相关 绝对是常多的 但是我说你要有法人 跟建宏的思维 既然是同样受惠 这个族群题材的话 那你会买贵的 是追到高高的 天花板的伪创跟广达 或是买相对低的 相对便宜 我说堆积木理论 相对低档的 一个相关的概念个股 而我6月15号 今天是再次强攻 是不是再次强攻 形态如我规划 分享的利基点 是不是也如同我 再一次的领先市场 做一个预告 也包含另外一档 相关的一个 我说尺寸没那么大 但是一样是安全监控的一个指标 生态不是也是如此吗 对啊 以上的这一切一切 不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沿路在那边公开分享 而基隆说 我一再的在领先市场 为什么我经常性的 在那边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 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碍眼的人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讲的每个道贺材 都是真实的操作 包含个股 大家也知道 我沿路公开验证啊 有很多人在PPT上面 在靠北投股上面 直接讲说 看林建宏的节目 买股票都会赚钱 不是这样子吗 我说这是最真实的操作 跟连续剧一样嘛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如果还持有者 我一定每天每天 带大家做一个追踪 对不对 那维刚 包含所谓其友 这样沿路过来 有哪一天不讲的 有哪一档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我说不只我的会员 也包含你会利用 我说这个JJ1788 这个JJ1788 真的很重要啊 对 领先市场的看法 相关记忆体模组 4月20号4月底 我就在分享了 两个月前的东西 现在还在印证 什么叫做预告在先 点名的个股 威刚 南亚科 甚至今天威刚的大涨 是不是再次带动 二线记忆体模组 包含平安商城 同步整理完的拉伸 其友也是一样啊 安全监控 这些个股 领先市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率先分享的产业跟个股 就在这些1788里面啊 所以我说不只我的会员嘛 如果你知道建宏的准 你知道我总是在领先市场 在预告未来会涨的个股跟族群的话 我说这个免付费的平台 你加进去的没有 加进去的话 我说满满的金山银山躺在那边啊 只是看你要不要加 要不要进去 要不要买 要不要赚而已 不就是这样子吗 OK 好的 话不多说 我从任意中一直在讲啊 这个大盘 如同我规划到17200点之后 我说就是一个震荡盘间的盘 不太会去再拉什么台积电大型全值 像前一波那么陡的一直拉一直拉 我说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啦 物极必反惯性 Anyway 你用任何可以用合理的理论逻辑解释的状况之下 我说不可能这样拉 这样子拉的话 台股要到2万点 甚至2万点之上呢 那上去之后呢 So what 后面怎么办 涨多了一定修正嘛 物极必反 我再强调 啊这么高下去的话 那如果真的摘下来咧 我就跟水库蛮所谓 Bunky溃堤一样 这是会死人的 对不对 那我从6月中 上了这个点位之后 17200 我想说大家注意注意啊 很多股票大涨上去 到底是结账还是作账 这时间点一天一天的过去 季节性从6月中最后一个月 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 中旬开始讲 讲到说我到现在今天 现在还在开盘呢 现在的时间点大概是1点20分 还有10分钟开做一个收盘 今天结束了明天第二季算 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我最近是一直在呼吁 我一直在呼吁 你既然知道说哪些题材是常多 无论是AI 无论是所谓的电动车 无论是除人重电 我们从年前去年前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这无疑就是后续复数年的一个相关题材 点名的个股 有哪一档不在创新高 可能最近才加入我的投资朋友 观众朋友你可能不知道啊 我们在讲除人重电的时候 1月6号我在三立电视台率先分享的时候 当下点名就是那两档 中兴电跟华城 中兴电当下只有72块 现在中兴电到几块 你们大家很清楚 华城更夸张52块 现在150 60了 谁知道半年会涨三倍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就是趋势 它就是指标 那既然这些股票 你明确的知道未来会涨会受惠 那有些股票 可以买在前面滴滴的 你不去买 那你偏要等到追高的上去 才去涉飞飘 或是相信那些人永远 带你追在高点的 在那边涉飞飘 数圈圈的 到底哪一种操作模式是正确的 所以我说持续 明天生最后一天 我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 现在的一个重中之重 你必须做的事情 就是要知道说第三季 下个礼拜回来 新的一个月就是第三季的开始 资金会到哪里 讲白的会涨什么 第三季的 类似像伟创广达这样的股票 大涨翻倍的股票在哪里 法人会认养什么 这个才是你现阶段必须知道的 对不对 我一做股票 我一再一再的在那边呼吁 率先预告 你会觉得说我做股票是很有方法 很有章法的 我说做任何事情绝对要有看法 尤其是做股票 如果你只会盲从的涨什么去追什么 或者人家讲什么你人盈欲云 那我跟你讲你完蛋了 尤其是做股票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说现在这十几点 你要看的就是在于说下礼拜回来 下个全新的三个月也是第三季 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法人会认养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重点 这我不是在讲假的 我一再的在验证大家 验证一些好的股票 我说光六月份你沿路看我的 我说高利也是在1788里面分享的53% 云品55% 哪怕我现在ing的 威刚5月12号70块到现在还原全值94块多了 35% 甚至其有6月15 对不对 连线盘中 我要跟replayBCR分享的N次了 上来也超过两成 这就是对的方法 那你会发现这些股票 我跟人家很大的不同 我不会带你去追 去试 尤其去追在高高的 那就是因为没看法的人 不知道买什么 才把你当白老鼠 去追一些股票强势股嘛 赌明天会不会继续涨嘛 所以为什么最近来找我的人 所有投资人 我是清单拿出来list的 怕死人 少说都是10党起跳的 没拿股价 几乎都是套在17,200 6月13 那个附近 大盘的高点 我规划的那个点位 那这是在干什么 那你看过去我操作的个股 不论是高利 对不对 相关的电动车 除能概念 也包含云品 观光观光 大家说它冷 云品 各位同学 82块5到128 53% 5月17 到6月21 1个月53% 真实的操作啊 你去找找看啊 哪里找 那它同样的特性 这些无论高利 云品 包含微钢 包含旗 有哪种个股 我是带大家去追高的 就是灌输我正确的操作方式嘛 我说做股票要有方法 要有tempo 这些股票 我买进的点位 是率先市场 它们共同的特性 不是整理过的 就是低档发动钱 我带大家去卡位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了解产业 我知道这些个股后续会涨 我当然带我的会员 包含这1788里面的成员 而率先去卡位啊 我会说既然你知道它会涨 你可以买得滴滴的 买进去等个一两天 那又怎么样 坐上去后面市场认同 我说法人认同 会跟风 我是什么抵出来的 拉上去这不是验证的 大家最想要的吗 在股票市场上 大家不是就想要坐在轿上 让人家抬吗 这样子的买法 发动的就是一大波 你一定有 通通有 包含这1788里面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怎样 因为你不是追在半山腰 更不是追在已经涨到天花盘的个股 筹码干净啊 买得安心没人跟你抢啊 哪怕股票大盘怎么震荡 相对稳荡啊 你不会套到啦 因为你买得够低 甚至比法人低 以上这些论述 所有的论点 所有的操作方法 有哪个不是我现在在做的 创造出来了每一档个股的一个获利 每天公开验证 那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说说看有哪一句是不对的 每个人都会讲 但是真的会做有谁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 这么准的分医师 这么有经验的分医师 我有什么样的背景 你不去看 不去跟 跟我一起来做 偏偏要去相信一些 比较会讲话的 每天带你射飞标的 那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相关的一个个股 相关的看法 在这些西八八里面 包含威钢 对不对 我们还持有的威钢 也包含所谓的旗友 甚至之前的高利云品 有哪个不是在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说这些西八八 你会不会利用 不收你一分一毛钱 对不对 我无偿的给你标股 给你方向 但是有付费的 我一直在强调 使用者付费 大家也不用担心 你会利用的会员 你就只有精准的买卖点 我获利三关键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这是花钱不花钱的 最大一个差距 那Q3这个地方 我说要早 下个月回来 下礼拜回来 会涨了什么样的股票 我也是言出必行 大家说 啥都没有 有人在那边讲说 这种老师 为什么技巧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做股票那么辛苦 我刚才也跟分享说 做股票的观念跟原理 沿路这样分享过来 验证过来 刚才也讲了这样一大串 你吸收了多少 我相信大家都是论同的 而且我不只会讲 我还真实操作 所以 我今天 我说我不常送股票 但是我只要一出手 这个值都非常的好 一样follow 刚才第三季的 我说这一档 GC 我认为它就是第三季 第三季的明星焦点 如同 在二月 在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不要讲到说 什么一月起涨 就如同什么 尾创 当初 我们就抓 第二季的开始 四月一样的那个位置 就大致上 四十块左右的尾创 后续拉伸到八十几块 也就是这个起涨点 全新的一季嘛 第二季的第一个月 不是四月吗 我们下礼拜回来 第三季的第一个月 不是七月吗 这两股票就等同于 当初第二季 第一个月尾创四十块的 一个位置的地方 这一档GC 大家说 老师什么是GC 不好意思 解释一下 这是缩写 G 黄金 黄金 C Chicken 意思就是说 是一档会飙的经济 OK 那这张股票呢 我认为是明星 下礼拜 我要带我的会员进场 初步 15% 我认为第一个阶段至少15% 这张个股 不要说大家啥都没有啦 这个地方 全新的一季 我开放给大家体验 只有三天 做一个领取 今天加入JJ1788 我说这一个领先市场的原地 验证太多了 我光六月份光高利的53% 云品 霍利尔杰的55% 包含我们的威钢 包含我们的旗友 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但是这张股票 它的差别是 我今天开放三天你领取 你加入之后 进入我的一个页面 进入的页面 页面 sorry 等一下后面一点 进入了页面之后 点选最下面这个连结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会把这档股票 我说初步15% 15%的个股 而且是第三季即将复制 在上一季的一个伟创 跟广达的明星焦点个股 大家务必把握 务必把握 通常建宏不太送 但是送就是诚意满满 太多个股 不是就算一再验证吗 所以要来体验的 今天务必把握这个 绝佳的一个机会 OK 好 再来 等一下 稍微溜一下 好 再来 再来讲什么呢 围缸 OK 3260 对不对 我刚才不是讲吗 现在在一分钟收盘 92.3 今天盘中高点来到92.7 我说还原全职 当6月27号的当下 那一天除息 配两块钱 我们也在我们JJ1788里面 不只是4月底 5月初率先分享相关有关 我说三星减产 海力士资本减半 美光抢先进制成 我说EAEBC 这个我讲到大家应该都会背了 连连线的话都觉得说当下 老师不要再讲再讲再讲 我们还酷起我们的收视率啊 但是呢 我说什么收视率很重要啊 但是我是投资人的好朋友 我在两个月前就跟大家提醒这个产业周期的股票 的概念股 不是帮大家赚钱吗 从5月12号我们会员进场 我说70.5 到今天高点927 还原全职 对不对 这个周二配两块快速填息 后续两天持续大涨 今天再创高啦 过6月16的高点啊 94.5啊 对不对 是等于是947 那这一切的一切 我就说啊 是早在4月20号 今天的大涨 记忆体模组的大涨 大家是想上去找原因 哇 美光的财报 预期 优于预期 然后对于后续的一个看法 正向乐观 啊不是屁话 这个东西我在两个月前 4月20号在我的CCE88里面 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三角关系 是不是 还就四战这一张 大家是熟到不行 两个月前我就在说这些东西 这样拉伸上来 我的会员撞了35% 你会觉得意外吗 也包含JJJ1788里面的成员 看到这一则 后续这样验证 你会进去买的 没有个两成三成的 所以JJ1788 重不重要 会不会用 对 如果你真的不会用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还没加的 赶快加 那在我验证我的看法之后 最近开始在放消息 这个不是也是 我两个月 4月20号在讲的吗 第一润价格结束12年跌 然后今天在讲说 美光财报优于预期 这一切一切不是就屁话 我们4月20号 全组里面的朋友都知道了 会员的买卖点 到现在为止 超过35% 也迎有威刚的大涨 今天相关美光 也有所谓财报优于预期 对不对 那是不是 我同样点名的 对不对 南亚科 美光 对不对 最直接台湾供应链的 一个所谓的经历的这一块 先前涨了一波 我们分享的 一波之后 压回今天只跌翻扬反转 同步带动 那威刚记忆体 模组品牌 相关的 今天威刚的大涨 是不是 也激励了什么 8088 二线的 平安 对不对 股价也是同步大涨 整理完之后的一个突破 也包含什么 827的什么 8277 sorry 两支疼 没错 8277的商城 是不是一样 整体的形态 这个不就是再一次 领先市场的看法 白纸黑字贴在这边 那你偏偏要等到大涨的时候 然后所有分析师 在连线在自己的节目说 我的威刚怎样 怎样 我的低润怎样 市场就是这样子 看不准的 涨了之后再去说 这是自己的 见怪不怪 我也学会说不要生气 反正我们买了够低 一来一往的话 你大概这样子 我说我的会员超过35%的获利 这些1788的成员 也超过至少 至少两成以上 获利的反向就是说 当现在所有人后事后绝 在捧我们的记忆体的同时 你买的比别人便宜至少两成 我就是打八折的观念 成本的概念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说这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是不是非常重要 会用的 会加的 在这边 金山银山相关的 不止如此 我说所谓的股票的 一个商货率关键 这是我一直秉持着 这是我17年的经验 在那边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说做股票要有tempo 做事情尤其做股票要有看法 我们一直依据在这个这样子一个模式 所以我说创造出来6月份的相关的一个绩效 这个也是沿路跟大家公开验证的 高利53%云品的55% 包括像威刚超过35% 对不对 齐有有超过两成了 对不对 那讲到齐有呢 讲到齐有怎么样 我在6月15号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说整体的一个形态 3356 对不对 当那一天我盘中连线的时候 急拉半根 后来开高走低 短线刻隔日从所为 这个见怪不怪嘛 我在那边已经验证太多股票了 但是我说那一天哪怕 避雷针开高走低 但是我说这个形态上 就是突破了颈线 它的右肩成型 W的一个形状成型 右肩 后续 两说 对不对 我说技术线型 大家比我了解 横盘之后再次放量 是喷出上攻 一样啊 在27号的时候 一样又要现在一样的状况啊 连线再次update 我再次的分享 对不对 坚持我的看法 连续两天 包含今天再涨3%多 不是持续上攻吗 我说形态形态 我说概念概念 我当初怎么说的 安控族群的强势 齐有 今天早上的震荡幅度很大 3356的齐偶原本也是在昨天的强势名单当中 但是今天早盘冲高之后留下了一些上影线 会不会是隔日冲先冲掉了 回测平盘还是有低阶的力道呢 因为现在齐偶抢攻的是北美市场 接下来呢 也要专攻的是中高阶的商机 最近呢 反倒是有看到外资的持股比例 持续的在做增加 那建宏哥啊 像是目前看到了齐偶 这样的拉高 又留了上影线的话 隔日冲是已经冲掉了吗 那安控族群到底该如何操作 现在还有没有维持的多头活种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持续一个 尤其是齐偶啦 我们现在讲这相关的安控族群 我记得如果大家有锁定 我们东森班冲连线的时候 我们在6月15号的时候 率先跟大家分享 我会强调说 所谓AI的一个伺服器 大涨了一波上去 与其你去看说已经长辈翻辈以上的 一个伪创跟广达的话 我说市场上的资金 法人一定找题材 这是在寻找塞口 那这相关的一个安控 是不是一样又对他入座 就是对他入座到所谓的 AI伺服器相关的一个领域 那你看齐偶也好 也包含相对高价的一个 三四五四的 先前跟您分享的一个精锐的话 他的形态上 就以齐偶来讲 先前我跟大家提到 我们6月15号那天连线的时候 也是呈现这样子 大涨之后 然后当天收盘有一个 就是很长的一个避雷针 但是那个形态上的话 我说如果倒不可以把那个K线读 打出来稍微缩小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过去 它这半年的一个状况 如果缩小一点的话 现阶段在6月15号 那根过高之后 事实上那根 所谓的一个上影线 绿色的黑K的一个上影线的话 它形态上 再缩小一点 已经突破了所谓三月份 三月初的 一样前一波的高点的 上影线的地方的一个颈线位置 它一个W型的一个形态是 事实上在6月15号那天 已经过颈线已经成型了 那后续压回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提到说 如果大家都学过基础分析的话 那大家应该都比我还要懂 我说这个所谓过高过颈线的 一个位置之后 就会呈现一个亮缩 我再一次放量发动 就是昨天这一根带亮长红 就是正式的右肩 W型形态已经出来了 那今天开高之后的一个 就一样 逢高之后有条件卖压 这是隔日冲 或当中克索维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股价或豆亚赛 可能会相对会丑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一个起偶 如果你把它看 这个先前去年底 我有强调说 所谓涨一波 无论是起偶或经兑 在去年十月中下旬的时候 那时候大盘还 去年股灾还在打底的过程 他有率先长一波 在找所谓的一个 所谓资安美国 中美贸易相关的 相关的一个法案 通过之后 那这个法案确实 所谓的一个 相关的法案 还是持续的延伸 就是国家的安全 受权罚这一块 那你后续的话 你说AI伺服器 相关这个所谓的一个 可能运用在所谓工业上 或运用在所谓 一些政府习惯上面等等 一些可能就是 相对机密的东西 这个是衍生 你看AI绕了一圈 你大家只看伪创 看广达 甚至所谓主机板的技嘉等等 都长了一大波之后 那你后来 我说大家在产业当中 找循环 尤其是法人 那最终是绕了一圈回来 会锁定这所谓的安控 因为安控势必还是 相关的资安的问题 所谓企偶跟金睿 还有今天我要跟大家 分享另外一档 如果这个族群是正向的 那大家可能也要留意一下 相对另外一档低价的 就是所谓的8072的一个生态 那生态的话 大家知道说它可能 规模上没有办法 像跟企偶跟金睿来比 它是小而美的 它先前最主要是 介义相关OEM的一个 业务的一个订单 那大家知道说去年 最主要所谓的成本的一个 所谓拉伸 还有相关的一个 所谓缺料的一个问题 但是后续年底开始 去年第四季 生态包含第一季开始 它整体的一个 所谓的产线调整到位之后 缺料问题也解决之后 它不只已经恢复 所谓的OEM的订单 甚至开始开拓所谓的OBM 什么是OBM 就是自由品牌的开拓 因为这是比较相关 大家的品牌 自己的品牌 它相对的毛利会相对高 那大家也要 分享一个小道消息 生态不只是所谓的 安控相关的 事实上大家在讲军工军工 事实上生态 它也是算变相的 一个军工概念 我说斜杠斜人生 斜杠产业 因为它手上相关的一些 跟所谓国防部合作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 军用的一些相关的案子 Case 现在目前也在手的 RNG当中 是不是 我是这样说的 再次预告再先 你看齐有 到目前快收盘了 最后一分钟 涨了3.25% 也包含我在盘中连线的 我帮大家谋扶持 我是有提到一个 相对安全监控 小而美的公司 在做OEM OBM的 什么 8072的什么 生态啊 是不是 今天也是一样烧红啊 分享的位置 这个地方 不是形态上 今天有让大家跌股吗 而且我说我的股票都不会去追 让你涨在半通中的 像这种的 当涨上去的时候 你的老师还带你去追到这地方 后面呢 那我的是什么 打底完成修正过的 然后这样子上去 我的是什么 不是吗 我说W形态 突破 6月15 成型 让上一波上来再突破 少说也是两成 这不就是看法 这不就是专业吗 不是吗 那有了这看法 有了这专业 有了这方法 那不是创造出来吗 我说不论卫钢 不论是取有 现在还IMG持有的 那了结的呢 在6月份了决的高利 53% 55% 也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 这个也是白纸黑字 有评有据的啊 是不是 什么有评有据 三个方法创造出来的家机 对不对 你来看看 5月10号的高利 也是在这件1788 212啊 那我说有付钱没付钱的嘛 会员6月14号 Cotion出嘛 我说该分手了嘛 212到352啊 325啊 53%不是吗 也包含这个 5月24云品 也是在这1788里面的啊 我说脱光赛 免免费让你看 你加了没啊 要花你任何一毛钱吗 不就这样涨吗 6月21 你是我的会员 我给你明确的买卖点 128以上close 不是吗 82.5 128 55% 这就是用对方法 刚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旗友 甚至我也刚言录验证上去的 所以我说用对的方法 时间是不仁回溯的 这种东西我们 我也不可能回到18 20岁啦 但是对的方法 应该是你自己的东西 我不带我的会员去追高 我有看法 我了解产业 我带你买得滴滴的 我带你知道说 未来什么产业会涨 再起涨前 我们先布局 有这样的选择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乘风破浪 等涨上去之后才把你当白老鼠 然后叠之后全部不见 然后涨停全部都在他家的 是这样子 讲白不就这么一回事呢 那有这种可以 有方式有方法这么准的人告诉你 然后告诉你说 回来要做些什么 下礼拜就是锁定Q3 哪些会涨相关的 今天我就说第三季 明星交连股 我说GC Golden Chicken 这个这两个股 今天加入我的这些1788 我初步设定15% 我说我不常送东西 开放三天 大家务必把握 今天加入的 到我的页面下面点选 点选下面相关的这个连结 留下你的资料姓名 我们会把股票送上给你 预祝操作愉快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